上回我们讲到,汉少龙他们一行人,已经来到了仲富府门前。 这座新落城的仲富府,可以说是整座咸阳城里面,除了咸阳皇宫以外最宏伟的建筑, 甚至被朱姬现在住的金泉宫,还要宏伟,还要靓。 可见,雷不韦现在早就已经掩藏着自己的野心,非常嚣张,也非常铺张。 今晚,雷不韦受言之上,延开数百席,但是已经座无虚席,热闹非凡。 各方人等,都想尽办法,要在今晚的延迹上争了一个结尾, 就是为了看当势西巡,两个武艺高强风头最劲的剑手, 再来一场精彩的比武。 汉少龙来到的时候,路海的人来了, 另外,拥戴城矫这个皇子的杜碧将军, 还有呢,那个大商家蒲菊也来了,蒲菊显然, 因为今晚这场比武的祷局, 头主非常热烈,所以人都不知道多么兴奋。 刚才,乌应元也亲自来落主, 更加就使他笑续颜开。 蒲菊一见到汉少龙,就立即迎上来说, 哎哟, 哎哟, 汉大人, 果然威武不凡, 天下罕见, 哎哟, 不怪乌爷, 在你身上压得这么重, 如果站在朋友立场的话, 我希望大人能够站开得省, 哎哟, 不过, 如果说到做这回生意了, 哎哟, 那我又希望有另一个结果, 你说是不是呢, 是不是呢, 有时做人, 哎哟, 真是矛盾之之, 哎哟, 是真是矛盾之之, 哈哈哈哈哈哈, 汉少龙听完这番说话, 就知道为什么环琦不喜欢他, 因为这个人呢, 无论是看人的眼光, 亦或是讲书或是内容, 都将人当成一件可以赚钱的货物, 或者一件生意的看, 你说, 对着这些人是怎会舒服呢, 呼应员也是一个大商家的口才, 当然也非常圆滑, 即时说, 哦, 浦爷言重啦, 故某只是区区堵住, 怎么会放在浦爷眼内呢, 所以浦爷当然也都不会恩财失意, 忘记了朋友的立场咯, 杜碧在旁边听的就笑了, 呼呼大爷, 你的口才真是厉害, 如果汉大人把剑筒, 你的口才都一样这么厉害, 今晚一定混粗性血, 到时候, 或者浦爷卖田卖地, 都不知道还不还得到资, 汉少龙就笑了, 杜将军你真是懂得讲笑, 浦爷的腹甲天下, 只要随便在袋里含两个银两出来, 就救他们慢慢的聚风流做大豪客啦, 众人听到的感觉都不如一起笑一唱哟, 这时候, 门口鼓乐声响, 原来是朱姬和小盘刀, 他们两个和雷不韦是兵派走进来的, 后面跟着的是昌文君, 和沈六明居前卫士, 然而是吕虎包括吕梁荣在内各人, 管中邪也跟在里面, 没有见一排, 管中邪变得更加可怕, 双眼步盘之间神光四射, 望见人都使人心寒, 跟他后面的一众家将, 除了许伤之外, 其他人都明显差得多丑, 项笑龙双眼一碰到他, 管中邪的眼光也碰上他, 两个人眼光一碰, 就好像闪电交击一样, 隔了一阵才分开, 今天是雷不韦的兽臣, 他也是今晚的主角, 还归为众父, 所以朱姬和小盆惠表示尊敬, 都坚持要他坐中间的首席, 管中邪跟着呢, 也都纷纷入席了, 众人平身坐好, 这见管中邪呢, 客居也能夹上吕梁荣一同坐, 那这场比武呢, 本来名义上呢, 就是由项笑龙和管中邪比武, 谁赢, 谁就有资格取吕梁荣的嘛, 现在吕梁伟居然安排管中邪就在吕梁荣旁边, 那表明一点面都不给项笑龙, 还好似特意告诉众人听, 他认为今晚管中邪赢眼, 一定可以跌得美人龟这样的意思, 管中邪旁边呢, 就是路海他们那帮人, 项笑龙他们就坐在对面, 开席之前, 经常是细细声和项笑龙说, 小田过来品告, 说吕梁伟, 今晚为了防止在比武上杀你不死, 还另外请了一帮齐国来的高手, 打算我们回去的时候, 总是随时服劲, 项笑龙听他走走眉头, 心想, 派人伏击自己, 这个吕梁伟惠惯用的伎俩, 但是, 为何派来都是齐人呢, 看来都是要小心才行, 于是, 他立刻就叫京俊和京善他们, 沿途安排和护卫, 这阵时的延迹开始, 在小盆里说了一番, 赞颂吕梁伟, 立了几大功劳的说话之后, 跟着就开始表演歌舞座庆, 吕梁伟惠宣布, 第一帮想来表演的, 就是齐国的丞相田丹, 专情派来祝贺他的集计团, 那帮人呢, 有成二十多人, 除了八九个身形飘悍的壮汉之外, 其他呢, 就是一帮伸手非常灵活的油骨美女, 那帮人表演了很多高难度的蝶罗汉, 那帮人表演了很多高难度的蚂筋斗蝶罗汉这些绝技, 看到大家猛咽拍手, 但是汉笑龙仔细留意, 见到这帮人个个伸手矫健, 尤其其中呢, 有一个腰脂柔软的油骨美女, 不单止容颜美丽, 而且动作非常灵活矫健身手精人, 似乎连精净都几乎比不上他那样, 他又生了足, 嗯, 难道将来要来行刺我的, 就是这帮集计团的人, 如果是这样, 就真的要小心谨慎至好, 到那帮集计团的人玩完杂洒撤走之后, 吕不韦站起来, 众人都知道, 好起来的, 他就要宣布, 肯定他准备宣布, 汉笑龙和管中邪比武开始, 杀时之间, 大厅内, 成千对眼光都集中在吕不韦身上, 谁知就是这个时候, 路海忽然含笑站起身, 向吕不韦行一个礼, 跟着就笑着说, 如果下官顾得没错, 中邪是否要宣布, 汉大人和管大人两位, 一会儿给武, 来争夺三小姐, 到底花落谁家呢, 雷那位吓吓一笑, 望着路海一眼就说, 看来, 揣摸人家心意的事, 路大人你认了第二, 就没人敢认第一了, 没错, 监仲父, 只有这样的意思, 不知道路大人还有什么高见呢, 他说话之中如大嘲讽, 只是指路海今天的地位, 就是靠逢迎朱姬拍马屁拍回来的, 路海就算不高兴, 但是怎么敢在吕不韦面前表示呢, 他只说, 哦, 没错, 下官只是想好事成商, 在主菜上席之前, 大家也要品尝一下, 其他可口的点心, 不如由下官的家长, 和重库手下的高人, 来一场点最座庆的比目先, 也可以趁阿易闹, 重库, 依下如何呢? 众人都猜不到, 路海会突然间杀出来, 公然向吕不韦挑战, 有些好事之徒听到, 马上拍掌叫好, 小盆叫路海出声之前, 居然没有向自己请示, 知道他持住朱姬的身份, 一点都不将自己放在眼内, 比呂不韦更加囂張, 心同暗暗发怒, 杭笑龙看到的心正是暗暗好笑, 他知道路海不甘寂寞, 终于要显出自己的身手, 原来在当时的风气来说, 各个的权贵都盛行养回那些门客家长, 那不单只可以手挪人才, 也都可以表示是自己身份地位的象征, 权贵之间, 自己的家长客卿比武, 也都可以代表他们之间的实力较量, 路海自从得到太后朱姬的支持之后, 势力大了很多, 当然希望趁着今晚, 咸阳城权贵都集中在这里的时候, 阳明立万一显威风, 如果他派出的高手, 能够赢到吕不韦的人, 那不单只赢到的手下就升价百倍, 还可以突出的路海现在的权势地位, 自然是一举两得, 而且,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, 路海对于项笑龙和管忠邪之战, 还是比较看好管忠邪的, 所以如果他先赢了一场, 就算管忠邪真的打败了, 这个有西藏第一剑手之称的项笑龙, 但是因为路海都赢了一场, 那呂不韦也不可尊美, 他路海的手下和管忠邪还能够打败, 呂不韦也看穿了一场, 也看穿了路海的心意, 吓吓一小, 另转身, 很恭敬地对小盆说, 比武座庆, 既可以赠天热闹, 亦该让我大巡无风, 请储君赐事, 你场比武可不可行呢? 路海听到这番说话, 和朱姬一齐面色微微一扁, 呂不韦特意请示小盆, 正是立心不良, 想加深朱姬路海这方面, 和小盆之间的分歧, 就好像只有他才是真正尊重小盆那样, 是小盆都很厉害的, 他好像一点都不明白, 呂不韦的暗示那样, 微微一笑若无其事的嘛, 不知道路卿家, 会派哪位剑手给他开下眼界呢? 韩蜘马上十个声站起来说, 内侍府客卿, 韩蜘, 请太后储君, 持俊显记, 这番说话说得非常自负, 中特别强调, 要得到朱姬和储君的允许, 摆明对刚才吕不韦, 没有请示朱姬, 就说明你吕不韦, 没有将太后带在深度那样, 这几个月来, 韩蜘在咸阳明星大镇, 他的声势, 似乎已经贴近了汉小龙和管忠邪, 两大的顶尖高手, 各人见到路海派出他, 当同兴奋得上来, 雷不韦微微笑坐下, 小盘对朱姬说, 一切请太后作主, 他这样一说, 众人更加兴奋, 因为看来这场比武一定打得成, 因为大家都明白, 朱姬又怎会破坏, 心得的恩宠的路海的好事, 果然, 朱姬又细细声说, 韩蜘那是即下剑姓忘忧先生, 曹秋道的得意弟子, 剑法超群, 不过众父手下, 也都是能人无数, 一定可以派出适当人选, 逼韩先生抖出他的绝技的, 这番话说出来, 摆明是捧老海压雷不韦的, 众人都不敢那么暗好笑, 想看雷不韦派哪个应战, 雷不韦另一望, 眼光落在许箱身上, 他正要开口, 谁知道在这个时候, 和韩蜘有师门之仇的管忠祺的师弟莲交, 平均十一星起身说, 请众父允许莲交出战, 莲交在咸阳城里也连赢了几场比武, 现在可以说, 只手可热, 众人见到他自动请英, 带他们一起喝起彩上来, 雷不韦对他看来也挺有信心的, 就说, 行, 但是记得点到为止, 众人一起鼓掌叫好, 十一星, 韩蜘连交两个, 一起走入场中, 面对面站在这儿, 这个韩蜘是真的有本事, 平时他给人的感觉非常囂张, 但是一落场, 马上好像变成另一个人一样, 非常沉着, 全神贯注地打量对手, 一点都没有轻忽大意, 只见右手轻轻隔着剑柄, 非常稳定, 两脚微分, 不动如山, 虽然, 没有摆出什么招式架势, 但是就这样他人一起, 已经有一种震惑人生的高手风范, 杭笑龙和藤逸看到都不那么暗, 那么喝彩, 只见韩蜘, 那箱好像剑一样锐利的眼神一灯, 大天就杀石整个静了, 但是人人都平息静气, 对于他就这样站在那里, 一点都没有不耐烦的感觉, 这个不是众人特别有耐性, 而是没有什么特别大动作的韩蜘, 就这样一站, 就已经生出一种强大的气势, 震撕全场了, 似乎大家都感觉到, 这个韩蜘一是不出手, 一出手, 一定是石破天经的攻势, 藤逸的侧身对汉小龙说, 其实, 你这个小子和善又是同一个师傅, 但是为什么, 看他的气势, 见到和善又是完全不同呢, 汉小龙的眼里面, 也显了惊异的神色, 没错, 只是看曹秋道, 能够调教出两个不同的徒弟, 就可以知道, 他的确已经到达了大中师级的境界, 藤逸听到也点头同意, 各位, 要知道, 如果是一般的剑师, 最多都是照板指握, 将自己的全套剑法, 就教给一个徒弟, 那很容易就教出另一个自己, 但是, 实求狠, 正是由两者截然不同的分别, 你就可以看得出, 曹秋道这个人的成就是多么厉害, 另一边, 连教虽然也都是非常狂妄的人, 但是这个生死荣辱的关头, 也都是气到尋刑, 严振以待, 表面上看, 他似乎一点都没有落在下风, 还拔出长剑, 横在空前, 摆了个威势十足的架势, 不过剑法高明的人, 已经看得出, 韩蝶的剑虽然没有出潮, 但是在气势的比拼方面, 已经赢出对方一筹的了, 大家正在互相对峙, 谁都不敢主动出击的时候, 突然, 韩蝶突然在整个身上向前一鼓, 双眼钉紫对方的手, 身在局中的连交, 被人的气势一逼, 当同要马上出击, 只要一声大看, 手中的长剑化成一道惊天长虹, 只要他双脚迅速踏出一连串奇异的步法, 接着, 出出出出, 挽住几下的剑花, 最后一剑向着韩蝶的右手直击过去, 在旁边好像藤影, 杭少年那些大行家, 见到他这下出手都不敢闷闷喝的声彩, 原来, 他标前那几步, 连续玩那几个剑花, 每一下剑势的变化, 不单止迷惑敌人, 还可以不断地加速增领, 使他来到敌人面前, 真正攻出那一剑的时候, 无论气势力度, 都能够达到最佳的巅峰状态, 而且, 他一出手, 直接取对方握剑的右手, 你一剑也是非常厉害, 因为韩蝶一直都没有拔剑出肖, 他的手还握在剑臂那里, 当连绕来到韩蝶面前, 刺出那剑的时候, 两个人的距离, 只剩下两尺多远, 可以说, 连绕手出剑道, 韩蝶这个时候, 无论如何, 也来不及将剑整把拔出剑招, 这样一下, 一剑刺向他的手, 就会迫使韩蝶不能全面发挥剑招, 就算刺不上他, 但是高手交战, 只要一旦失使, 就很难板平败局, 所以连绕这一下的战略, 可以说得非常老到, 已经达到一流剑下的水准, 连韩蝶也觉得, 韩蝶过于轻敌了, 暗叫声可惜, 唉, 这些人看不到一场精彩的比试了, 但是就是在众人大叫可惜的时候, 韩蝶忽然整个身向右边一旋, 手向左边一伸, 撑一声, 把那把宝剑拔出了一指, 在韩光影照之下, 这剑拔出那半指的剑招, 准确蒙一撞, 搭住了连郊雷亭万军的一剑, 连郊小估不到对方原来这么胆大的, 居然没有将整把剑拔出了, 居然用这么怪的手法来挡住了自己的一剑, 一下子就来不及变招, 在这个时候, 韩蝶再踏前一步, 右边肩膀一损, 啪声向连郊的胸口直撞过去, 同时右手用力中码剑向剑招里面一推, 用保剑的把手, 和剑招准确蒙地夹着连郊的一些剑锋, 在场众人看到都不禁言诗一扁, 虽然还没见到韩记的保剑出笑, 但是他只是这招的应对功夫, 已经是势所罕见, 虽然他用剑靶和剑招, 绝对夹不死连郊的长剑, 但是这样就已经破了连郊的剑势, 如果连郊再被人的肩膀撞到自己的胸口, 虽然他不会怎么受伤, 但是也当场出丑, 吓得连郊马上抽剑后退, 本来连郊想着, 只要一逼退对方, 自己诚勢发动攻击, 高手相争, 这就很难扮回平局了, 但是现在就轮到自己手足无措, 梁枪后腿,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, 如果韩蝇展开攻击的话, 那他就难逃大忙之局了, 只见这阵子, 韩蝇双眼露出嘲讽的神色, 撐一下先, 他的宝剑终于出招, 只见他把剑是光滑闪动, 在场的人, 只要不是盲的, 就知道这把一定是不可多得的宝人, 腾液暗暗叹了一口气, 在韩笑龙耳製边说, 梁枪这下实情无力, 韩蝇正要揮剑出击, 谁知就在这阵子, 只要他一声大喝, 停手, 众人听到都感到很恶然, 这阵子梁枪非常狼狈, 他被韩蝇的气势一逼, 蹬蹬蹬蹬蹬, 连退七步, 然后敢先站顶, 虽然, 还未露出打败的迹象, 但是只看敢的情形, 就知道形势非常不妙, 大家鼎鼎神, 向发出声音的方向一望, 敢先知道, 原来出声的只是连交的师兄管中邪, 管中邪吓吓一笑话, 敢问韩蝇, 是把保健, 但是何人所住, 叫什么名, 如果换了另一个人, 大家一定会即时起哄, 说这个管中邪, 居然这么取巧, 为自己这边已经落在下风的连交解围, 但是管中邪说话的时候, 流露出一股理所当然的风道, 使人不敢往下定论, 说那些施展诡计, 韩蝇这个时候, 刚刚就站在管中邪对面, 微微一笑, 把保健一飞, 向着管中邪就船飞而去, 他运力非常巧妙, 那把保健虽然一路旋转, 但是来到管中邪面前的时候, 刚刚好是把剑柄向着他那边, 众人见他露出这一手这么高妙的功夫, 都一起齐声喝彩, 谁知道在这个时候, 管中邪轻轻轻松松伸出右手, 避过剑柄, 手指弓和食指狠狠一捏, 居然就这样捏住保健的剑身, 而且他本来一直在旋转等保健, 被管中邪两只手指一减, 就乖乖地锁在管中邪子内, 稍时之间, 大家就一起喝彩, 管中邪中的保健放在自己眼前, 仔细地看, 他说, 好劍, 真是好劍啊, 韩蝇看了管中邪的出手这一招, 都不敢面子一变, 他点不点头啊? 这把劍叫做破滚, 但是我师父珍从的十大命劍之一, 由勾自指大师所住, 管中邪点不点头啊? 好, 劍好人的劍法更好, 你一战, 第诗第书了, 将来有机会再向韩兄请教高明, 众人见到管中邪这么有风度的一起拍掌喝彩, 杭笑龙你也是心中佩服啊, 管中邪玩了漂亮的这一手, 不单单是既经四座, 也救回连交条命, 更加压下了韩介的风头, 一举三得, 他这种应变能力, 真是令人惊叹, 众人这个时候望下管中邪, 又看下汉笑龙, 显然大家都感到, 管中邪的风望突然之间就将汉笑龙全部开过, 各位, 欲知后事如何, 我们明天再讲, 请不吝点赞,